但是这彭德怀的琢磨来琢磨去呢 一个是这变脸这行里头啊有规矩啊 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 这刘德华一个外人也不是传去行里的人 我这传给你是多少有点机会 再一个呢 你这刘德华远在香港 你学这玩意咱都知道 学什么东西都得吃苦都得下功夫 你是不是就是一时心血来潮啊 你这么老远你能坚持学吗 所以当时彭德怀很犹豫这事 后来刘德华在好几次见他那样的场合下 提出了我一定要拜师 我要认真真学 最后呢他为这华仔这精神感动 再一个一打去呢 刘德华那是香港的老模啊 对艺术啊还是为人各方面都比较认真 而且人品有口皆碑的 所以经过这反复考察呢 在2000年3月份的时候 在北京一家大酒店 这彭德怀就收刘德华为徒 我所承认哈 我也是人民教师 白师不够传统的烧香阔套 我们通过开一个新闻发布会 宣布你是我的土地 我是你的师父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这个你必须支持师父 办中华决机艺术团 把这门剧艺术弘扬出去 第三 老师我在世之前 为同我的养许 你不准出台课 你不准教学生 说刘德华学到什么程度呢 经过长期的刻苦训练呢 刘德华现在也已能变十张脸以上了 也就说能变到十张脸以上 说明这学生有悟性 而且也确实下了功夫了 当然呢 这个彭德怀收着刘德华这事呢 在传剧界引起很大争议 连彭德怀自己就说 你说我教刘德华这是泄密 有个电影叫变脸 咱们从原先最早变脸出现在电影里 是神秘的大佛 管仲强 刘小庆演这个 后来戏致的反应变脸的呢 是仁义那个老演员朱旭 他担当主演的这个变脸 那个电影拍得很好 说穿了很简单 功夫全在手上 那么朱旭这变脸 就是四川的这个川剧剧团教他的 那你这么说朱旭是仁义那边的 也不是这行李人 那你传给他 这也算是泄露国家机密吗 所以现在这个变脸呢 已经变成了一种个人行为 试图相授了 说实话 我跟老师学那个 就是说从来没有 就说过什么传男不传女 老师那边跟我讲过 他只是跟我讲的说 随便的人 一定要爱川剧的人 你可以教他 而且你说保护行业的机密 这个倒没有错 但问题就在于呢 每一个行里头有这种机密的 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 一方面呢 希望保护机密 另外一个呢 又希望更多人了解这本艺术 所以一方面呢 你希望会的人越少越好 另外一方面 你又希望了解的人越多越好 上哪找这四眼起的事呢 这是 所以说这种事情啊 公说公文理 婆说朋友理 无论是指责彭能怀的 还是维护彭能怀的 咱不好直接评判 那么呢 有一点毫无疑问的 就是这个川剧这变脸 确实是神奇莫测 你想在台上 插这么一会变张 一会变一张 有时候一秒当中变好一张脸 怎么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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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脸这一番剧 就如喷火之一琴枪 此看家绝技 更凸显戏剧张力 磨脸 吹脸 扯脸 怪诞猙獰的面相变化 出神入化的变脸速度 转瞬之间 一张张脸谱背后 藏着多少你所不知道的秘密 敲锣打鼓中变戏法 大斗篷甩开变脸谱 听老梁为您揭秘 穿具变脸的特殊道具 跟着大师学变脸 正在播出 很多人说 这是不是魔术啊 你要这么说还真说对了 单把变脸拿出来 它就是魔术 为啥 我这里可以给大伙解解命 当然作为变脸来说 我也不会变脸 可是多少略至一二 咱不全刨 咱刨一半给大伙 这个变脸是怎么来的 它原来是从川剧里来的 就是川剧里头 表现人物心情情绪的激烈变化的时候 又变脸 你比方说咱们经常说 一听着这个小伙 大惊失色 脸上变颜变色的 你想像舞台上这个人物化完妆之后 那基本就固定了 你像京剧 你反而是哪个大花脸 像包龙 习东埃勒 他得通过畅强的动作表达 那么川剧为了节省这个桥段 采用一种变脸的情绪化表达 就是比方说这个人物 我心里头着急 这愤怒的时候 这愤怒的时候 一变脸 脸是红的 表示我愤怒了 恐惧说 脸是白的 脸下白了 他通过这样的变脸来表达人物心情的变化 所以这是变脸的由来 那么它怎么变的呢 它是有个演变过程的 分成多少种 有什么这磨脸 吹脸 扯脸 撕脸 贴脸 多种 现在是撕脸 贴脸不常见了 基本上是扯脸一统变下 所以你说这什么意思 我给大伙解解 磨脸是啥意思 磨脸呢 就是刷这么一磨 这脸就变颜色了 他把这个脸变颜色的这个涂料燃料 颜料 是放在这个 比方说眉毛这一块 或者鬓角这一块 刷 往前一抹 就全变了 这是早期比较初级的形式 这磨脸我们看 你双手忙活 这又燃料什么 费劲 到后来还有一种形式 比这还简单 叫吹脸 吹脸是什么 就在舞台那放小盒 盒里头有金粉 银粉 黑粉 演员趴在台上 使大身上 往地上 假如说来个卧云 或者一个动作 背对着观众吹一口 把这粉吹起来 这脸就变眼 再起来 吹脸了 再吹一口金脸 再吹一口银脸 但是这个也受局限 到后来就变成扯脸了 扯脸是什么意思 它根据你脸型 取着脸模子 过去有个石膏粉的 然后根据这个 把你这各种脸谱 画到你这脸模子上边 一般都是丝绸 画到丝绸上的 一张一张的 这不就贴在自己脸上了吗 然后呢 这个东西搁个线拴着 拴在哪呢 它后头有机关 你看变脸呢 都有个大斗篷 没那大斗篷 它变不出来 那大斗篷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魔术里的挖的 什么叫挖的 魔术你看经常有个 做木杂 那叫挖的 那个斗篷就根据 相当于魔术里的挖的 那个斗篷里藏很多机关 然后后头这搁个细铁石 哪会挂个弹簧啊 一张一张 搁手抓着 往下上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就这么的扯脸 把这脸不断的变 走一个再来一个 走一个再来一个 为什么我刚才说 这疯疯块厉害呢 变出本脸之后 又能变回去 你想扯下来容易 这么的装过去 这个就有难度了 所以说这个人管 叫扯脸 其实我这么一说 你就明白了 变脸是啥 但拿出变脸就是魔术 叫家家做烧酒 不漏是高手 为啥 关键 手巧不是家事妙 就变脸 其实技巧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什么 道具 它道具是什么 这脸谱 这大斗篷 这是最关键的 你咱们看这个魔术 有句话 叫做变戏法的 瞒不过敲锣的 啥意思 敲锣站侧台口 蹚蹚蹚蹚敲 这变魔术在后台干啥呢 骨彩戏法 往上挂道具 比方说变金云的 你得怎么捆绑藏鞋 摘带丝鞋的 往这大挂里 塞鱼缸干嘛 这敲锣都能看见 直断你在后台 这行画就挂头 直断你往身上挂东西的 所以这变戏法的 瞒不过敲锣的 这道具特别关键 魔术里头固然有手法 这制作道具特别关键 而变脸就是 变脸80% 在我个人看来 就是道具的事 就这个斗篷 就这脸谱 就身上挂这些机关 当然了 你最后也得有熟练的手法 这手法体现在 快都让别人查久不出来 你像那钩线挂在哪 谁说既下手容易 还你看不出来的地方 但是这个手法得快 有很多人试着 把那个朱续远 那个变脸的电影 放半镜头找 看里头能有啥 那也看不破门子 这魔术就这个特点 它的门子让你看出来 那还能叫魔术什么 还能通过这个 就是让外行 逃遂到魔术的境界道 那就很难了 所以变脸 它单拿出来 它其实跟魔术 是没有区别的 有的这个表演圈剧的说 那我变脸比魔术高 为啥 我这身上的动作大 你看哪个魔术这么大 身上 我这身上的动作大